课程二 精通安利健康塑形方案 首先 我们重温一下能量的四个多 摄入多 管不住嘴 摄入过多的能量 尤其是摄入的碳水化合物与脂肪 远远高于人体消耗所需 吸收多 过多的能量物质进入人体后 便会被人过量吸收 吸收的地方是人体的小肠 合成多 多余的能量物质会进入肝脏 被合成为新的脂肪 臀肌多 当身体脂肪不被及时消耗掉的时候 它便会停留在体内 既然脂肪都是通过这四个多来的 那我们就要干涉这四个方面 把四个多变成四个少 即少摄入 少吸收 少合成 少囤积 为了能够帮助大家调整人体的能量平衡 实现健康的健身塑形 我们制定了一套体重管理方案 轻松三步 健康塑形 四个少 八杯水 半小时 首先 我们先来了解四个少 一提到少摄入 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想到管住嘴 没错 少摄入首要就是控制过多的热量进入人体 但是往往 当时少吃了之后 却容易感到饥饿 从而难以坚持 所以 在这一环节 我们可以适当地补充优质蛋白与膳食纤维 一来增加饱腹感 二来 蛋白质本身也是能量物质 可以弥补能量摄入不足 更重要的是 蛋白质是构成人体 以及提高免疫力的重要物质 更是避免了由于管住嘴 而导致蛋白质摄入不足 膳食纤维 在增加饱腹感的同时 可以帮助促进肠道蠕动 帮助人体排出垃圾废物 当我们控制饮食之后 难免会导致维生素与矿物质的不足 所以 科学补充维生素与矿物质 也是很重要的 少吸收 主要就是减少肠道 对糖分与脂肪的吸收 科学家发现 调节肠道环境 可以减少过多吸收能量物质 膳食纤维与益生菌 更可很好的帮助调节肠道环境 此外 绿茶提取物 EGCG可以减少肠道对脂肪的吸收 大豆精华与腰豆精华可以减少肠道对糖分的吸收 少合成 我们知道 肝脏是合成脂肪的重要场所 研究发现 分红花籽油提取物 供恶亚油酸 可以帮助减少过多脂肪的合成 绿茶提取物EGCG也可通过调节酶的活性 来减少脂肪的合成 少囤积 研究显示 绿茶提取物EGCG与供恶亚油酸 还可以通过调节酶的活性来促进脂肪的燃烧 此外 我们知道维生素与矿物质也会参与到各种代谢反应中 所以保持体内充足的维生素与矿物质可以促进脂肪代谢反应 第一个营养素就是蛋白质 蛋白质具有构成人体成分 参与人体反应 提高人体免疫等作用 所以在体重管理中 摄入足够的蛋白质非常重要 当我们选择蛋白质时 首选是优质蛋白 优质蛋白的氨基酸模式是最接近人体的氨基酸模式 这可以通过一个值来体现 就是PD-Cas 当蛋白质的PD-Cas等于1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理解 这种蛋白质的氨基酸模式与人体几乎一样 在日常生活中 鸡蛋蛋清的氨基酸模式 是最接近人体的氨基酸模式 矿物质可以参与构成人体组织结构 维持细胞内外水分的平衡 平衡体液酸减度 维生素可以帮助维持机体各项生理功能 参与多种重要的代谢过程 当我们控制了饮食摄入 可能会导致微量元素的摄入不足 而在运动过程中 也有可能会导致微量元素流失 所以我们要注意 及时通过食用新鲜水果 蔬菜等 补充人体所需维生素与矿物质 很多肥胖人群都有肠道问题 膳食纤维是构建肠道健康最重要的一类营养素 可溶性膳食纤维通过刺激肠黏膜 促进肠蠕动 加速粪便排出速度 不可溶性膳食纤维 通过增加粪便重量和体积 使粪便柔软 易于排出 可溶性膳食纤维中 有一种低聚果糖 则具有一生源作用 能够促进肠道有育菌的生长 研究显示 肥胖人群的肠道菌群环境存在亚健康状态 高脂饮食会改变肠道菌群结构 而当肠道菌群结构紊乱之后 能量容易吸收过量 甚至会导致代谢综合症的发生 科学研究显示 体中正常的人群 体内含有比肥胖人群更多的易生菌 易生菌可以通过减少脂肪聚集 清理肠道肺物 同时抑制胆固醇合成酶的活性来降低体质 易生菌也可以促进营养物质被人体吸收 研究显示 绿茶提取物以及CG 可以通过人体相关酶的活性来减少脂肪吸收 减少脂肪合成 以及减少脂肪囤积 很多国内外研究数据显示 绿茶提取物EGCG 对于肥胖人群的减脂受邀有很好的效果 所以 我们在这里将EGCG比喻成党脂分子 意思是 他们能阻挡人体中存在过多的脂肪 高碳水饮食是很多肥胖者存在的情况 我们知道 过量的碳水化合物会在体内转化为脂肪囤积 研究显示 腰痘以及发酵后的大痘都含有某种活性物质 可以阻挡淀粉 蔗糖 麦芽糖等被肠道吸收 进而起到平稳参后血糖 减少能量摄入过多的情况发生 方红花籽油中 有一种叫共饿亚油酸的成分 研究显示 共饿亚油酸可以帮助人体促进脂肪燃烧 同时还能增加肌肉合成 从而起到调节人体蛋白质与脂肪比例的作用 也有多项研究显示 共饿亚油酸能有效减脂增击 接下来 我们来聊聊第二步 发杯水 我们都知道 水是生命之远 人体中含量最多的就是水分 如果每日没有补充足够优质的水 我们的生命活动将会受到影响 人体水分的含量会根据性别和体型的胖瘦 而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 胎儿的总体水最多 约占体重的90% 婴儿次肢 约占体重的70% 随着年龄的增长 总体水逐渐减少 成年男子的总体水约占体重的60% 女子的水分比男性略少 约50%至55% 总体水也会随体脂肪含量增多而减少 因为脂肪含水量较少 仅10%至30% 肌肉组织中含水量较多 可达75%至80% 2016年 中国营养学会膳食指南明确提出 建议成年人每日补充1500至1700毫升的水 在减重期间 身体需要排出大量代谢废物 充足的水分有助于体内废物的排出 饮水不足 反而会导致水肿 每天喝够八杯水 选对喝水的时间和规律饮水也很重要 一 清早饮水促肠动 早上一杯优质水提神醒脑 还可以促进肠道蠕动 帮助排便 二 餐前饮水助饱腹 饭前来一杯水可以增加饱腹感 这样就不容易吃多了 三 睡前饮水护心脑 如果睡前一到两个小时喝一杯优质水 可以帮助稀释血液 减少心脑血管的负担 更能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 四 少量多次醋代谢 当你身体发出口渴的信号时 其实身体已经处于深度缺水状态 所以我们要养成少量多次的习惯 并且小口慢喝会更好 然而 生活中存在很多水污染的问题 可能会使我们摄入了不健康的水 农业污染 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每年表土流失量约50亿吨 导致大量农药化肥 随着表土流入江河湖泊 从而污染了水质 工业污染 工业废水是水域的重要污染源 很多被污染的水源 可能还会使人中毒 畜牧野污染 畜牧野废水污染 会导致水中氮磷的超标 生活污染 城市生活用水 可能会受到各种洗滴剂和污水 垃圾 粪便等污染 甚至有些自来水中也会存在淤泥 大肠杆菌超标等的情况 所以在这里 我要提醒大家 健康饮水非常重要 不健康的水很有可能会对身体带来额外的负担 甚至是伤害 对于健康的水 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 分别是 去除水中污染物 杀死细菌与病毒 保留有益营养素 这里主要是指水中含有对人体有利的矿物质成分 半小时 指的就是运动 运动可分为有氧运动与无氧运动 有氧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减少精神压力 并且强身健体 为了让脂肪更加快速的燃烧 建议每日至少有半小时的有氧运动 这样 在你大口呼吸的时候 空气中的氧气通过肺泡进入到血液循环系统之中 然后流向全身的组织细胞 进而可以加速脂肪的燃烧 无氧运动可以使肌肉撕裂损伤 及时补充乳氢蛋白 可以使得肌肉超量恢复 促进肌肉生成 当肌肉量增加后 我们的基础代谢也会增加 随之燃烧脂肪的能力也就增加了 因此我们建议 伙伴们可以选择既有有氧又有无氧的混氧运动 如何能更合理地安排半小时的运动 让我们尽可能地收获更大的燃脂塑形效果呢? 建议大家 一 选择利于燃脂塑形的运动 二 选择利于塑形的营养补充 运动可分为有氧运动与无氧运动 有氧运动可以帮助我们燃烧身上的能量物质 以及提高心肺功能 强身健体 对于健身塑形初期的伙伴 可以先从简单易坚持的有氧运动开始 不过 这里需要提醒各位的是 在有氧运动的前30分钟左右 你身体的碳水化合物首先会被消耗 例如你的肝糖原 随着有氧运动的进行 当到30分钟左右时 体内的脂肪燃烧量才会上升 我们知道 无氧运动会让肌肉更发达 让身材更有形 所以有些伙伴也会选择无氧运动 无氧运动也就是抗阻力训练 在塑形初期 我们可以尝试一些较为简单的无氧运动 比如深蹲 俯卧撑以及平板支撑等 当进行完抗阻力训练之后 我们的肌肉便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损伤 也就是肌肉撕裂 这其实是属于很正常的情况 在肌肉撕裂之后 我们的肌肉组织便会开始自我修复 如果营养补充及时的话 肌肉组织可以很好地修复与生长 相比于有氧运动 无氧运动其实会更有难度 无氧运动属于力量训练 其本身并不利于脂肪燃烧 比如我们去健身房做无氧运动 没有专业教练指导 很可能会发生用力不当 甚至肌肉拉伤的情况 并且进行了无氧运动之后 肌肉会生成更多的乳酸 肌肉酸痛感也会更为明显 因此在这里 我们建议大家在健康塑形初期 可以优先选择混氧运动 混氧运动也就是有氧运动 与无氧运动相结合的运动形式 混氧运动可以减少单纯无氧运动 而导致的肌肉酸痛感 更可以在减脂的同时增加肌肉含量 令减脂增肌同步进行 而当身体的肌肉含量增加后 其实我们的基础代谢也会上升 换言之 脂肪也就更容易燃烧 当然 如果对于塑形增肌的需求较高的话 也可以在混氧运动中 适当增加无氧运动的比例与强度 进而加速你肌肉生成的速度 同时也加快了基础代谢的上升 在这里 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几套不同的训练操 入门版 四三二一操 主要是有氧运动 对于刚刚起步的学员 我们可以让他们尝试 进入佳境之后 可以换成初阶版的课程 初阶版的课程为有氧加无氧 即混氧运动课程 当身体素质达到一定程度时 我们就可以选择进阶版的课程 进阶版课程中的无氧运动 难度更大一些 所以对于增肌塑形的效果 会更为明显 当然 大家也可根据自己的运动情况 与身体状况 来直接选择某一套课程 或者某两套课程 同时结合训练 刚才我们提到 如果及时地补充营养 我们的肌肉 会得到更好的修复与增长 这里我们为大家推荐一种 对于肌肉增长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 就是乳氢蛋白 我们知道 运动的过程中 使肌肉蛋白质不断更新 与破坏的交替过程 也就是旧的肌肉蛋白不断分解 新的肌肉蛋白不断合成 当进行无氧运动和力量训练时 肌肉的发力会造成肌纤维的撕裂 破坏和损伤 由于乳氢蛋白 具有很快的消化吸收速率 而且还具有均衡的必须氨基酸 以及有利于肌肉合成的氨基酸 可以快速地促进肌肉的合成 可能有人会想 既然要补充蛋白质 我应该在什么时候补充最合适呢 在运动前 运动中还是运动后呢 补充乳氢蛋白时机很重要 研究发现 肌肉合成在运动开始三十分钟 直到运动结束后的一个小时之内 会达到一个高峰 这个时候 如果补充足够的蛋白质 可以增加我们合成肌肉蛋白的量 那么 应该吃多少乳氢蛋白 才能达到帮助肌肉增长的效果呢 研究证明 在运动后 及时补充二十克乳氢蛋白 肌纤维的合成效果 比不补充高出百分之四十 所以说 及时足量地补充乳氢蛋白 塑形效果会更好 通过增加肌肉含量 也就可以提升基础代谢率 加速新陈代谢 燃烧更多热量 女性朋友 其实更要注重加强肌肉的增长 相对于男性 女性其实更容易产生脂肪 男性比女性更容易生成肌肉 所以适量的无氧运动 与蛋白质的补充 可以令女性的线条更好看 人体的肌肉由肌纤维组成 要肌肉增加 就要通过锻炼 将原有的肌纤维变粗 在负重锻炼的过程中 肌肉纤维经历微小撕裂 这是需要我们补充蛋白质 来修复破损的肌肉 当撕裂损伤的肌肉纤维 完全愈合后 肌肉便会应激性变粗 因此要促进肌肉增后 达到增肌的目的 必须达到三个条件 一 充分刺激肌肉 在锻炼中使肌肉撕裂损伤 二 有计划的进行训练 让肌体充分重建 所训练的肌肉群 三 提供足量的营养支持 保障肌纤维达到超量恢复的状态 除了及时补充乳清蛋白之外 适量的补充糖类也是需要的 这一页主要让大家学会 如何帮伙伴计算找到合适运动强度 举个事例 小A今年30岁 他的目标就是减脂塑形 首先 一个人的最大心率 可以通过220减去年龄算出 最佳燃脂心率的计算方式就是 最大心率乘60-70% 等于220减30乘60-70% 等于每分钟114-133次 根据课程一的学习 我们知道运动心率在100-140之间 为中强度锻炼 刚开始运动锻炼的时候 相信也有很多人有这种感受 运动完不觉得酸痛 到了第二天第三天开始就觉得肌肉酸胀 同时有时下楼梯都觉得痛苦 为什么肌肉会酸痛 其实 肌肉酸痛问题 与运动时产生乳酸 以及肌纤维细微损伤 和蛋白质分解功能有很大的关系 为了缓解肌肉酸痛感 建议大家 一运动前热身比如拉伸踏步 二运动中可以适当补充含有牛黄酸 B足维生素的能量饮料 可以帮助消除疲劳恢复体能 三运动结束时要做适当的反向拉伸动作和按摩 放松肌肉 四 在运动结束的两个小时左右 及时补充优质蛋白增强肌肉的合成 当锻炼时没有做好运动保护 就可能出现拉伤的情况 肌肉拉伤是指肌肉在运动中 由于被牵拉而引起的局部不适 包括紧绷被牵拉感 以及如同被拉伸的疼痛 在这里我们都要懂得锻炼拉伤处理RISE原则 运动损伤出现后需要停止运动 保持静止的休息状态 通过冰敷可以使血管收缩 减慢局部血液循环 降低患处的疼痛感 减轻肌肉静软 延缓肿胀加剧以及软组织出血 冰敷过后患处要及时加压包扎 控制伤部运动 避免重复受伤动作 减少出血和渗出 或者同时抬高患处 也能达到减少出血和渗出的目的 以上四个步骤是急性损伤普遍适用的处理原则 如果教练自己没有把握或者情况较为严重的话 要尽快送院治疗 整体来看 安利健康塑形方案可以用这张图来表示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营养调节 来实现人体能量的四个少 同时每天规律的饮水也能帮助促进代谢加速减脂 半小时的运动更会使体重管理事半功倍 在减重之余 我们也要留意心脏肝脏和骨骼的健康 及时预防这些地方因为肥胖而受到损伤 在现实生活中导致肥胖的原因不尽相同 针对不同的人群 有没有什么个性化定制的建议方案呢 本次活动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本健康塑形学员手册 在这本手册中 一具不同类型的人群给大家列举了更加详细的方案建议 大家可以通过学习手册进一步了解不同人群的简直塑形建议 在这个列表中 我们可以帮助生活中的不同人群来找到可能治胖的原因 通过提醒生活中需要注意的重点 以及适当的营养建议来帮助他们健身塑形 大家可以根据这七类人群的致胖原因 结合右侧的营养建议来帮助调节与改善 在本次的健康塑形训练活动中 我们也为大家提供了实用的工具 运动消耗速查卡 如果大家想了解自己日常的活动和运动 燃烧了多少卡路里的热量 或者希望可以挑选到燃脂更快的运动方式 更好地把握自己燃脂塑形的进展 可以查看运动消耗速查卡 健康塑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成功塑形之后 还是建议大家维持健康的好习惯 这样才能保持好身材 保持好状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